你还没喜欢啊 真是气死我了 你给我习惯点 阿姨我习惯点习惯点 好想我的奶奶 不行 我用去盖我奶奶 哇 我的发财树 这头发就是好看 站住 你又干什么去 我想我奶奶了 三千两头的往外跑 家里这么多花 都不看了 我都好长时间 没有见奶奶了 我看完奶奶 我就回来干活 老不死的 有什么好看的 再说了 这么贵的榴莲 它配置吗 这又在吵什么呢 妈 你怎么来了 也不打声招呼 我好心接你啊 不用接 你不是走不动 我呀 是来看珍珍的 奶奶 我正准备去看你了 你要经常来看奶奶 奶奶呀 很想你的 来你看 奶奶呀 给你买了一件新衣服 谢谢奶奶 妈 我每次让珍珍去看你 她都不去 珍珍 是这样吗 是啊妈 我们就是因为这事 吵起来的 让她带东西啊 她也不带 我们老人家 我们老人家吃不了那么多 不用带东西的 而且这孩子呀 真不懂事 还说老不死的 吃那么多东西干啥 蛤 珍珍 你真是不懂事 奶奶一把使一把 你要帮你拉扯的 你就是个白眼狼 奶奶 你这个我为服役的东西 衣服给我拿过来 奶奶 看什么看 以后再给谁 带我的东西 我小心点 连奶奶也不相信我 我该怎么办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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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不会 对 他要是保钱 不久会去找叔叔怎么办 我会去看着他 啊 人呢 怎么跑这么快 嗯 这个萨胶真好吃 你就在外面 待着吧 哎 找了半天的找不到人 啊 练死了 算了 还是回家吧 不不 什么都好吃了 你是不是往前没有交给警察叔叔 全能吃的了 我没有 你脑子也就看见了 哼 我这里要是大眼睛都看见了 看见了 看见了 你又能把我怎么样 不怎么样 把你的好吃的分我一半 什么 分一半 你先个本 不 你敢打我 你们两个跟他吵什么呢 阿姨 我是和这只闹着玩的 阿姨 他胡说 我们俩捡到一块钱 他没有交给警察叔叔 他买了好吃的 你快打他打我 啊 珍珍 你记住 以后啊 遇到这种事 要第一时间 给阿姨说 棒棒 是不是这样的 是 是的阿姨 棒棒 你要知道 这样做是不对的 赶紧给珍珍道歉 珍珍 对不起 我错了 没关系的 我原谅你了